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再过几天就是我们的农历新年了 所以在农年我们要怎么来求财 让我们一整年的运势红通通 你看主持人今天也穿红色 那怎么样让这个2024年大发财呢 那我就请来我一个非常敬仰的老师 我们长云会馆的馆长 然后也是我们的这个秘密的老师 他说叫我不要叫他大师啦 那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他也非常不陌生 是我们李贤雅 李老师 大家好 大家好 李老师 嗨 大哥 我问一下 农年基本上就是我们华人都很喜欢的一个年 对不对 因为像大家很多人生小孩 我就说在农年生啊 然后就是就是生龙子龙女 感觉就是会很飞黄腾达这辈子这样子 所以希望今年生育率可以提振一下啦 要不然我们这几年的这个生育率真的是很低喔 不过大过年我们要迎龙年 我们想今年这一集特别来讲的是 我如何是求财 那求财我可能分很多嘛 就是说我有一些布置类的啦 然后有一些穿着的部分啦 那我们就今天就请贤阳老师一一来跟我们谈啦 那贤阳老师你我们一开始还是先讲一下 就是说因为你每一年都会去普卦 对然后就去普就说台湾的国运是怎么样啦 还有世界上总经的市场是怎么样 我往年其实每一年年底 我弟会跟贤阳老师请教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做投资的人非常的在乎的是什么 那下一个年度哪一个产业哪一个市场 可能是会有赚钱机会的 这对我们在做投资的人是很重要的嘛 我总不能在一个错的市场里面 然后一直的投注我的金钱结果都没有办法有一些好的收获 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就要站在一个对的方向上 然后去做投资啦 所以贤阳老师是还是跟我们讲一下 就说那今年台湾来看景气会好吗 那今年一整个四季 因为我知道说像您的在命理的部分 多半都是用节气来分对不对 比方说什么春分啊夏至啊这些 然后有没有一些重要的转折点 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好其实每年在提到说这个榴莲挂的时候 其实会有很多这个网友啊 很多朋友来问这个普卦 普卦普卦普卦 那其实大家对易经的一个应该是说很直观的印象 都觉得说只要是讲到挂 它一定是普出来的 那事实上我们每年的榴莲挂是用计算的方式 计算啊 而且它是特别针对有关经济啊 人事这方面去计算出来 所以基本上我们其实可以从今年的之前或是之后 可以每年去算出来的挂像是什么 对所以它应该不算是谱出来的 OK 所以这个是易经的其中一个功能啊 那今年的那个榴莲挂呢是火天大有 火是这个水火的火 那天是天上的天 那火天大有 那大是大小的大 有是有或没有的有 对 所以大有就会赚钱的意思哦 对 其实大有挂是一个能量相当 相当汇聚的挂像 你可以想象天上有火 你想象天上有太阳 立日当空 其实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挂像 所以如果说从整体的这个景气来看 它可以说是趋势向上没有问题 不过我们在这个看所谓的挂运的时候啊 它还是会分阶段来看 那火天大有其实是这个梨挂 梨就属火 然后呢钱挂呢是属金 那这两个挂像 其实在挂运上面其实还是有差别的 梨挂是当运的挂 但是钱挂呢 目前现在是退运的挂 退运 哦 所以有一进一退的意思吗 那挂是从那个初遥开始算起的 是由下往上慢慢去 看它的这个挂机的推演 所以今年的上半年 其实从景气的角度来看 它还是一个相对比较震荡 哦 震荡 对于一些特定的产业 还是需要特别留意的阶段 嗯 所以比方说钱挂所代表的这些制造业啦 嗯 那可能就需要特别留意 那等到到了今年的下半年 嗯 那走到离运的时候 那我想就是应该讲就是说 整体的这个市场的产业趋势 嗯 还有产业转型各方面 大概会有一个比较目标跟趋势 呃清晰的状态 嗯 不过一般来说再看流年 因为流年老师说还蛮短的啦 嗯 这就一年的时间 对 所以呃 今年其实又很特别 嗯 今年2024年 嗯 我们说所谓的假成年嘛 哦 那这一年呢 其实是一个20年的 周期呃挂运啦 嗯 第一年 第一年 所以它其实非常具有这个象征的意义啊 哦哦就好像说我们说一年知识在立春 嗯嗯 这个概念有点像 是哦 所以今年所发生的很多的现象啊 或是趋势 它不只是针对今年是有意义的哦 嗯 它对于接下来 呃20年哦 其实都有很有指标性的这个价值 嗯嗯 所以其实今年可以多多观察 嗯 整个市场的一些反应 嗯嗯 所以今年发生的事情你说 它可以把它解读成就是说 今年可能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件 对 会影响未来20年可能相关的变化吗 是是 就我们说这个见为之柱嘛 嗯 你从小地方可以看到可能后续发展的趋势 嗯 所以我想这个在挂运 包括我们在看每个人的生成八字的时候 其实都有同样的概念 OK 出生的时候 我们说有小看大嘛 嗯 其实是一样的逻辑 嗯嗯 对 那20年是属于离运 离运我们刚刚提到它是属火的 对 所以从那个产业的属性上来看 呃离运相关的产业 其实就特别值得关注 那离运相关的产业是什么 呃 传统大家认为所谓的离运相关是类似像餐饮业啦 哦 但是呢 现在我们呃 其实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的这些所谓的AI人工智慧 哦 嗯 还有这些所谓的光电的运用 嗯哼 还有这样很重要的新能源 嗯哼 不管是来自于这个太阳能啦 OK 核能技术啦 嗯 电力啦 嗯 电池啦 这些其实都算在内 OK 像最近 呃可能 呃新闻一直听到的固态电池 嗯哼 其实它都是一种能源的表现 嗯嗯 这些在 呃分类上其实都属火 哦 另外一个大家可能比较不是 不太容易联想的就是那个 这个有关化学原料 化学原料 哦 化学原料它也属火 嗯哼 OK 对 所以可能在这个新的二十年的周期 特别是从今年然后一直到五年之内 嗯 很多属于跟火相关的产业的这些技术 嗯 其实会有很很长足的进步 嗯嗯 那这个当然就会对于我们未来整个产业的龙头 主轴是什么 嗯 会产生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带领作用 那即便像我们现在在谈呢 嗯 在上一个大运 嗯 就是八运了更运的时候 嗯 这个引领风骚的这些半导体 嗯 那我想可能观察 呃产业趋势比较了解的人也会发现 哎 即便是类似像半导体 嗯 它现在因为越做越小了 嗯 它的非常多的技术的含金量 嗯 已经不只是它的这个载体就是 啊 还包括它的什么 它的软体运算的技术 嗯 还有我们所谓的类似未来可能会发展出来的光量子 嗯 这些所谓的光电的运用 嗯 也都是将这个半导体从八的更运 哦 哦 然后迈向离运 哦 这样一个过程跟阶段 所以就您刚刚谈话里面 嗯 我听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啊 它配息配的很高 哦 它可以配到四块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它的哇值利率超过10% 对 所以你刚才换算就是啊 它股价值不好 结果 去年AI的时候它一度涨到70块 嗯 那我也没有卖啦 因为我觉得说我要继续放 因为它每一年都配得很好嘛 对 所以就是今年持续放 那我发现 那个也是我一个 因为 无脑投资嘛 就是我纯粹就觉得因为它配息很高 所以配指令率很好 然后买了之后 后来才发现认真的研究说 它在电池这一块的技术 是 其实有它的一些领先的地位 而且这个电池技术 其实没有占它全部业务 全部哦 大概只占它可能三分之一到不到一半 的这样子 是是是 慢慢的那个重要性越来越高之后 嗯 可能我觉得也会带动股价上涨 嗯 那个应该不是无脑投资 那个叫专家的直觉 没有没有 哈哈 有点像是这样子 所以而且它 股价像2022年 其实整个台国都很烂 它其实是价格是往下掉 是 那往下掉我去看它的营收的状况 还有那个EPS啊 其实我觉得都还可以 所以我就是它下跌的时候我就更买 呀呀 就又继续买这样子 是所以可能大家最近在会聊过年嘛 反正大家都求财 对 那股市其实是一个很好 适合求财的地方 但是方法要对嘛 嗯 那我相信大家可能对不同类型的股票 可能是基于自己的专业啦 或者自己的这个产业的一个不同 是 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选股策略 嗯 但我觉得有一个基本原则 其实大家可以把握啦 那就是说 不管您要选择的产业是哪一种 嗯 那其实可以从两个面向来看 至少从命迷的逻辑是这样 第一个 你可以选择您刚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它长期的配息 其实都稳定 嗯嗯 都还不错 至少表示它的体质好嘛 对 才配得出钱 才配得出来 真的 有赚钱才能够配啊 还稳定能配 这不容易 第二个就是说 它的这个产业的这个技术 嗯 它是不是属于我们刚提到这些所谓的主流产业 嗯 当红产业 对 从投资的角度来看 嗯 我想即便您可能对这个股市 不是这么那么的熟悉 嗯 这应该还是可以成为一个还蛮好的投资方式 嗯 哇 非常谢谢那个 邪阳老师真的今天给我最大的收获 主持人最大的收获 就是我catch到几个 今年可能有机会有亮点的产业的 新能源 光电 VR AI 这些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还有一个化学原料啦 这个是我比较陌生的 我可能会试着开始去研究有没有相关的这个个股 拿来 把他们财报跟营修状况拿来翻一翻 希望可以找到下一个赚钱的这个股票 那不过啊 老师我们还是回到个人的部分 就是说 那万一 当然如果是我有机会有投资的概念 我可能去找这方面的个股投资 对 甚至我自己本身工作就处在这种所谓的 在这个 笠挂上的这个相关的收获的产业上 当然是很好嘛 对 那万一我跟这个都 这些都没有相关 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也不在这一行 那有没有从个人的部分 我们从开春的 这个我们假设 我们上班族都会有办公室 都有自己的一张桌子嘛 对 那有没有办法 我们先从这 比方说办公室的摆设 然后来想办法增加一些我今年的财运呢 嗯 我想这可能分两个点面来看 老师对所有在办公室工作人来说 空间的概念啊 从这个风水上原则上是有两个面向 嗯 一个就是说整个办公空间 因为都是您可以活动的区间 它其实也算是一个方位 所以不一定是我自己的桌子而已 对 您说的就是第二个 第二个面向就是我自己的桌子 OK 那是属于我个人的 对不对 那其实风水记讲阴阳 它其实也讲一种调和的作用 对不对 您的大的空间 大的方位 跟你个人小的方位 其实本身也会有良性的互动 嗯嗯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 如果大家都同在一个办公室 是 那应该就去找出 今年比方说今年2024 这个最旺的位置 哦 来做一些安排 因为这个其实对大家来说 嗯 都很好 因为那是公共空间 OK 整个总体空间来看 那我觉得今年在这个总体空间 有两个位置很重要 嗯 一个就是最当运的九子方位 九子 欸 九子是123456789的9 9 哦 紫色的紫 对对对 那九子这个方位呢 在2024年它会落入哪个西南方 西南方 西南方 那其实西南方 大家现在还蛮容易找到 你就自己拿自己的手机 对对对 手机的诊弹针 你把它打开来看 哦看我们西南方大约是在什么方位 嗯 我们可以说 这个是2024年 流年啊 这个最当运的位置 嗯 那九子是属火的 火 嗯 也就是说这个方位 嗯 它刚好就会是 呃最重要的 其实以后从2024之后的离运啊 九子运的时候 每年基本上都在找 嗯 那九子的方位到底在哪里 嗯 嗯 那所以我们大家把这个九子方位找出来之后 可以在这个方位里面 应该尽可能在它的公共空间 对 要有比方说植栽啦 植栽 或者是说花卉啦 嗯 嗯 或是说一些灯光的照明啊 应该更加明亮 嗯 这一块保持整齐的干 更干净 嗯 那最好呢这一块可能是呃 办公室的一些所谓的重要的空间啦 嗯 不过这个可能要看情况 嗯 至少在这个位置里面 我们尽可能让它整体是 干净明亮 对 因为它是公共空间 所以每个人都会受毁 嗯 嗯 那如果说你的办公室呢 呃 这个方位周边是有开窗的 嗯 好 那我们说欸 这个方位的纳契比较好 嗯 那假设说 它刚好又是我们这个办公楼本身 嗯 它就是向南 啊向的西南对不起 向的西南 嗯 那你说欸我西南的纳契今天又特别 嗯 特别理想 那事实上 以一个方位上来看 嗯 你只要在西南这个方位的南 好 这边又有开窗 嗯 或是说在西南这个方位附近有开窗 嗯 大体上都能够得到 呃 相同或类似 啊 或是程度不一的效果总是好的啦 那老师我问呢 嗯 你讲开窗这件事情 可是像 像都会去很多办公大楼 它就是那种帷幕玻璃 对 它不是开窗 可是它也是看得到外面 这不算开窗 对不对 呃 只要它能够看到外面的景观 嗯 对然后呢 阳光可以照得进来 嗯 基本上我们还是认定它有 一定程度的作用 所以不是一定要一个窗子一定就是要打开去 这样子 是是是有当然很好 哦 没有的话就推二求其次 哈哈哈 那有些像类似像这样方位呢 我们说啊 这个是一个望位啊 对不对 嗯 那在这个空间里面还能够做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布柴 哦 哦 那布柴有很多种方式 大家对民俗的做法 可能去摆一些比较祥瑞的精英财宝 就聚宝盆之类的 聚宝盆之类的 哦 那你如果说哎 我们是可能办公室可能是比方说外商好的 好不能摆 那你可以摆一个水深的绿色植物 嗯 嗯 那因为水在风水上基本上就主材嘛 哦 那但是我们又不能去摆死水 嗯 所以呢我们用水深的植物 嗯 来当做是一个招财的工具 OK 那养一 一缸鱼可以吗 养一缸鱼也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 因为2024嘛 这是一个流年的方位 哦 哦 要换位置 换到不同的位置去 所以一般来说 呃我们在做一些比较大型的布局 比方说我们说啊 大型的鱼缸哦 嗯 是不太会针对流年去这么做 通常那会根据你房子的方位去做安排 嗯 但如果说是我们说哎 我们自己手就直接可以举起来这种 这个比较合适在 职务 OK 我们做安排 好 那有些会也会问说 哦流年跟这个 呃我们说房子方位的这个安排 如果说有一些不同 抵触之处该怎么办 嗯 呃这不要不要太担心这一块 嗯嗯 对原则上呢 呃我们在流年我们去加跌进去就好 OK 也就是说本来没有把它加进来 嗯嗯 这个就可以达到流年催运的效果 嗯嗯 好 那这是公共空间的 对 但你的公共空间一旦能够具有这样的力量 嗯 那其实在每个座位上 嗯 原则上你都可以什么 你都可以受毁 嗯嗯 那对于九子来说呢 可以跟他互相互通气的哦 嗯嗯 就是四律文昌 四律文昌 文昌 那文昌心大家都认得哦 嗯嗯 增加自己的思虑啊 更加的敏捷 嗯 增加自己的语言沟通的能力哦 那更有效率 这就是四律文昌的作用 嗯 那呃四律文昌在这个方位上面 今年应该是在呃 在呃西北 嗯 西北 嗯应该是在西北 OK 嗯嗯 那这个就是四律文昌 那我们就可以在自己的办公桌的西北哦 哦 可以摆这个我们所谓的呃 跟文昌相关的东西 那文昌相关包括你的文具啦哦 哦 你也可以摆一盆绿色的植栽啦 嗯嗯 像这个因为文昌的代表呃 通常就是以植物嗯 古人是挂毛笔啦 哦 那现在不需要啊 你可能就可以摆一个呃 植物 所以也没有一定要水生 就是用土的也可以 对 这个是不是需要呃呃 呃水就未必了哈 嗯 那有些人可能更更更细啦 就是说啊我可能八字喜欢水 嗯 那我用水生植物哦 哦 那我也去我八字喜欢土 土 哦 我可以放这个土栽植物哦 嗯嗯 这个都是比较细的部分嗯 那原则上可以这样 OK 每个人的座位的方位 可能其实都不尽相同嗯 有些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西北方嗯 或许是不能摆了 OK 那换个方向来想 假设我们刚刚不是提到说西南方嗯 西南方的方位是九子吧 对对对 所以如果说你发现说你坐下之后 你的左手边这边啊其实它是西南方嗯哼 那你直接照我们刚刚那个方式来摆嗯哼 也是可以 也可以 对对 因为一样的方位一样也通嗯嗯嗯嗯 其实还有其他的方式啦嗯嗯 那有些说如果这个也不行哈 那你可以找一百坦朗的方位哦 一百什么 一百 一一二三四五六 哦一百 一百 对对对对不对 OK OK 是是是是是 白色的白 也可以去找这个 太郎星的位置 太郎OK 对对好 太郎星是在东边 哦 东边 呀呀 这个大家都可以去呃 稍微了解一下 也就是说你总是可以找到一些鸡力的方位 来跟这个九子的方位 是 来做呼吟 OK 这是在办公室里面最容易做到的 嗯 OK好 所以大家如果对于这个九星非公 有兴趣的话 其实我上网Google一下 2024九星飞工 九四一二三四五六九星星的星 飞就是飞出去的飞 工就是工位的工 其实大概就可以找到 刚刚贤阳老师讲的 这些相关的这个工位 然后分别在什么样的位置 不过老师我好奇 假设假设 因为你刚刚讲风水是两个 一个是办公室是公共空间的 然后分个人的 所以我的公共空间的 就是要西南方 那我个人的摆设 就是种在西北方 对文昌位 那万一我的办公空间 假设西南方刚好 就是那个仓储的位置 然后都没有平常 要去仓库翻东西才会开单吗 然后也就是一个密闭 仓储通常是密闭也不会有窗 那万一有公共空间 就是这样的方法 我该怎么办呢 这种办公环境 可以怎么补墙吗 好我们在谈一个方位 就是一个空间的时候 你对于方位的一个设定 是从中心点 然后八个方位辐射出去 对不对 所以如果从中心点 往西南的方向来 你可能到了到底的时候 你或许就是一个仓库空间 但是一般来说 以中心辐射出去的话 它应该还是会遇到 类似像墙面 对不对 那如果是有墙面的话 我们可以在墙面上面做文章 假设这个墙上面 这个原则上是可以挂东西的 那你可以去挂一幅画 挂什么呢 财神爷的画之类的吗 财神爷的画当然也可以 那你也可以去挂一幅这个风景画 风景画 对风景画看起来就具有景深的 有穿透性的 看起来可以看好远了 那最好里面这个是 绿意盎然的山水图 这个都很好 总而言之呢 你就是让这个西南的方位呢 不管您是怎么样的安排 让它看起来就是 非常的这个热闹 有活力 其实都是在方位上面 去驱动它的一种做法 风水无论如何 是在于作用在我人心身上 对就看起来要赏心悦目 一定要的 作用到你身上 是一个良性好的作用 你才能够更好地把 OK 转化出去 好 那我们下一段节目再继续回来 今天谈的是2024龙年 要求发财 那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呢 那请到的是 长云会馆的馆长 馆主 那也是我们的秘女老师 李仙雅 李老师 那也是我非常敬佩的大哥 他刚刚有跟我们分析了一下 就是说 有关这个办公室里面 你的财位可能是位在西南方 对不对 要去布置一下 你个人的桌面的部分 那你在你的西北方 也可以去做一些布置 那当然了 我们布置是很好 那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就是说 那万一我布置 不布置还好 一布置 万一放错东西 或者是不对的 会不会有什么忌讳 好 一般来讲 我们现在在风水上的安排 强调还是先把 最重要的空间把它安排出来 也就是说 你找出你的正确财位之后 能做正确安排 那至于其他的空间的运用 可以回归到你自己的生活常态 你只要不要太夸张 这样就好了 比方说 明明这个办公室的这个 这个虎边 虎边应该不要太过于高耸 那结果你把所有文件都对得高高的 在那边的手边 太过离谱了 这样就不太好 不然的话 其实回归正常使用就OK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这个今年的这个 用的是这个九子的离玉 那离是属火的 火 也就是它的属性是属火 好 那我们一般来讲说 吹彩的时候 是要用水 用水来吹彩 对 那水跟火之间的关系 它其实是相克的 对啊 对不对 也就是说 如果我是单纯在一个 这个 柴位 然后去布了一个水 那跟这个离火本身就相克 所以我们刚刚说 为什么说在这个所谓的柴位 今年务必在使用水的同时 我们会需要植物 那是因为植物属木 所以水能生木 木能生火 OK 这样的范围来使用 致死能够先顺身 在这个命理上或风水上 我们是先论身再论克 原则上能够想办法 先把它顺势 把它相生的 或是顺势把它卸掉的 这样比较好 所以这个所谓的错误安排 一般来说就是说 你在这个 我们说九子的方位上 你都知道是九子了 对 可是你在布采的方式上 没有考虑到 这个九子本身 它的五星属性 那这样就不是太理想 那同样的道理 这个九子既然是属火的方位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应该要旺 才是吉利的 所以说如果说 我这个空间 我摆了一个 类似像陶器好了 那因为陶器是属土的 所以火会生土嘛 所以如果说这个陶器本身 它其实不是一个什么 不是一个招财的东西 它也许就是单纯的 只是一个摆设好了 它也会把这个火的量卸掉 但是其实你换个方向来想 如果说我这个陶器 它是一个聚宝盆 本身就聚哦 汇聚吧 对不对 那我这个离运的火 能够汇聚到这个聚宝盆来 其实就好 所以关键是在于说 我的这样一个摆设 是不是符合所谓的 招财的目的跟意义啊 这个所谓的 用克蟹的方式 还有这个所谓的 香肾的方式呢 大体上比较不常用的是 用克的方式啦 就是说 我们刚刚离音说属火 那可以用水来克它 但是基本上不太这么做 因为它才是我们说流年 所谓当旺的五行嘛 尽量去迎接它 接受它 或是能够把它收纳进来 这才是一个好的招财的方式 了解 好我们谢谢老师的解释 因为这个是我个人的问题 因为我其实就是很少 会去注意到这些摆设 可是办公室里面 的确是有同事 他们就会去 每一年 他说我今年我的财位在哪里 所以你会发现 他桌上桌面虽然都是这样 可是他会换位置 然后什么东西要 一定要放左边 什么东西要放右边这样子 对那我觉得 那也蛮有趣的 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 你相信这个 那你就会有 对你就会产生力量 对你就会觉得 哇我今年会变有钱 我今年会有财运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 就是有点心想事成的一个想法 好那这个 刚刚我们是从这个办公室嘛 那居家呢 家里呢 我们有办法去 去摆什么柴位吗 我一样家里的这个 应该我们的酒址 还是会在我们的西南方嘛 是是 对那万一西南方 刚好就是我家的厕所 怎么办 一样 如果说是刚好西南方 方位就是厕所 那我们就想办法 在厕所的这个 侧边的墙 或是说在门板上 一样也是可以去挂 一幅山水的画 OK 对 去把这个所谓的厕所的 这个方位 是它是泄气的地方 然后把它转变成是一个空间 但它是虚拟的 因为风水还是讲虚实相应嘛 那既然这个空间里面 是可以看得非常深远 那它在今年的流年 就可以达到一个化解的效果 那老师那个画 我一定是要买那个什么 复制画或什么画吗 我可以去例如 网路上找一张 有漂亮山水的图片 然后把它印下来做输出 可以吗 这样也算吗 可以可以 不管是中式西式 甚至我们说可能是 比较写实写真的话 原则上只要能够达到 我们刚刚提到的那种 在视觉上的活泼 然后热闹 然后视觉深远 景观深远 它就算是达到它的效果 所以不见得需要 所谓的名画 甚至我还有客户很俏皮 他用这个小朋友画的话 我觉得任何这种风水的摆设 关键并不是在于说 它是谁给你的 而是说你自己喜不喜欢 你自己要能够去接受 一个好的气场进来 你不可以对那件东西 你自己也毫无感觉 所以老实说我也不太建议 去大家去买一些 什么招财的画 你只要找到一幅画 能够符合我们刚提到 那样的方式 其实都很适合 那如果你觉得说 其实我看起来 这个画里面有很多 什么元宝 让我自己看一下赏心悦目 你其实也可以这么做 关键对于风水上来看 它还是在一个理想的方位 配套适当的摆设 只要能够达到这两个目的 基本上都是正确的 而且这个适当的摆设 要跟你的心理的心情 是相应的 就是你看到它是会 开心喜欢 而且你相信 我看到这个元宝图 就觉得我今年会发大财 这样子 对不对 我以前有个客户 因为他在那个 他在这个半导体 他说在柴位 我说柴位要摆一个 你看起来最赏心悦目 摆一个那个张先生的 张筹谋的照片 我每次看到他 我就觉得我要发财了 真的啊 摆老板照片 我本来想说 是不是摆了什么 拉拉队女生的照片之类的 看起来赏心悦目吗 所以重点是你的赏心悦目 哦 了解了解 竟然是摆Morish的照片 这样子 好哦 那我们回到就是那我们人呢 我们毕竟空间是我们一天里面 会在特定空间一定的 一定几个小时 或者是一定的时间嘛 可是我们人的穿着 却是跟着我们一整天 对不对 那我在个人的穿着打扮上 有没有一些 能够求财的方法 那对我来讲 我觉得求财是人际关系 我只要贵人多 我可能赚钱机会也会比较多 有些赚钱的机会会报给我知道 或者是我多认识一些这种 可能会对我自己的专业知识 或专业的能力有提升的 见地有提升的人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贵人 不见得是他直接帮我赚钱 而是我认识了他之后 我听到他跟他交流之后 我发现原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然后让我自己在某些专业的领域上 更是提升我自己的竞争力 然后相对的在我的收入上也变多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 那老师觉得呢 好 应该这么说 如果大家曾经看过 所谓的自己的出生年月日时成的八字 那就知道说八字是年月日时天干地支的组合 那一般来讲我们在讲所谓的流年 指的就是这个年的天干跟地支 年的 您出生的那一年的天干地支 就是你的年的干支 那流年就表示说像今年2024年 它是假成年 那假成年的这个 这个就是年的流年的天干地支 那我们一般来说在做所谓的 希望能够得到来自于流年的力量 那我们用的就是流年的天干地支来做安排 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 那我们需要就是想办法把今年的好的力量带进来 那千万不要忘记说你其实你自己本身的八字 本来就有自己该有的作用 也就是说我想办法把这个大环境的东西 再把它收纳进来 所以我这边大概有个整理一下 那这个是根据生肖而来 所以大家可以做个参考 那因为生肖其实就是我们刚提到 这个所谓的外来承接力量的一个 应该是说一个桥梁 所以如果说你是属老虎 属马 然后属狗的 那就建议说可以在今年可以佩戴是绿色的宝石 绿色的宝石 是比方说玉佩啦 竹母绿啦 只要它是天然的绿色 不是这个染的 那它就适合作为你今年这个 我们所谓的招财纳柜的一个元素 那在佩戴的时候呢 比方说在身上比较相对显眼的地方 别人可以看得到的地方 还要被别人看见 最好是这样 不能戴项链然后很长 但是我藏在衣服里面 因为只要是流年 就代表说它是一个跟外在关系衔接的一个功能 这跟我根据自己的八字 希望能够去调和自己八字不足之初 这个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只要是涉及到流年 它就是个对外关系 既然是对外关系 你要佩戴就必须要在外面显现出来 当然你说我带手链 手链把它露出 带项链 项链露出 雄花 这些领带 其实都是可以的 那你要被别人看见 那如果是属猴 属老鼠 属龙的 那这个就可以配戴白水晶 或者是贵金属 贵金属是黄金 薄金 这些都可以 那如果 龙 猴 猴 属 龙 龙年 然后蛇 鸡 牛 是佩戴黄水晶 黄玉 是自然天然的黄色矿石 也可以 然后另外的是属猪 属兔 属羊 属羊 对 这可以佩戴的是黑药石 黑药的 蓝宝石 所以黑色或蓝色的天然 自然的矿石 都可以 那这些佩戴 其实都可以 根据你自己喜好的造型去安排 那不一定一定要 因为就看你自己 有没有宗教信仰 你有宗教信仰 你可以去佩戴 在宗教信仰 让你更能够有安定感 安心的 那有些人可能 也许他或许是 基督徒 你可以佩十字架 他可能是这个材质 我觉得都无仿 这些都可以 那个价格的高低 也都无关于这个效果 这些佩戴 其实你刚刚讲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我们刚刚在谈 纳贵这件事情 因为你要招财纳贵 重要的是开贵人 贵人在八字里面 其实就是一种 硬心的作用 什么叫硬心 就是说来相生我的力量 那一种相生的力量 就是给你一些资源 甚至给你一个启发 给你一个idea 其实都是一个 所谓的硬心的作用 那所以假设说 我们刚刚提到说 今年这个 像我是输狗了 应该要火的力量 对不对 那这个是同样的道理 好 那我们下一段节目 再继续回来 我觉得今天节目实在太短了 那希望我们跟十二生肖的朋友 都有接受到 我们今天探导的主题非常有趣 是我们2020年龙年 我要怎么样求财 那请到的是 长云会馆的馆主 李先阳老师 那刚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 上一段节目分享了 十二生肖 该佩戴哪一些颜色为主的 这个饰品 那老师我问一下 像如果我们不喜欢 在身上带一些东西 我穿衣服啊 或我背包包是可以的吗 是是是 你只要能够去凸显那个颜色 基本上就可以达到那样的效果 这是在您可能使用配件以外 可以采取的方式 OK 一年这么长 对不对 有时候可以佩戴首饰 有时候你可以用佩戴单品 达到把那个效果凸显 基本上就能够达到类似的作用 OK 好啊 那这个是我们十二生肖里面我收集的 跟我可能穿这些绿色白色黄色跟黑色 还有像蓝宝石这样子的相关 可以去跟我自己相应 可以去增加贵人运的这个部分 那万一就是说 有时候啊 我能不能去找一些 像如果说可能财运自己觉得没那么好的话 那我找个像最近应该大家都吃完尾牙嘛 大家都会抽这个所谓的 这个吃尾牙的时候会不会抽中大奖这样子 那会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大家都会去跟往年那个常容易得大奖的人 去握握手或抱抱他 觉得就是要把他的那个好运给吸过 那我可不可以去找一个 就是平常他财运就很好的人 那跟他一起去合作啦 或者是跟他多交流啦 甚至我们去合资买彩券 我这样子会不会我也会有受益呢 嗯嗯嗯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每个人都有八字 对不对 对 那你有八字我也有 所以在命理的逻辑里面八字跟八字之间 其实因为他们从 他们是天干地支同样的组成 所以他们彼此之间是可以相互作用 对 所以说如果说有您的身边的同事啊朋友 他的八字他可能今天特别旺 那其实可以跟他多多互动 其实多少对自己是有好处的 尤其是如果说您的这个八字跟他八字又特别契合 哦那你其实是可以从他这边受益的哦 我想受益管道有很多种吧 对不对 嗯嗯嗯 你可以透过跟他的沟通了解 OK OK 很好的致富之道 嗯嗯好 我会这样子讲哦 其实是因为就是说我我我两个女儿嘛 嗯那我大女儿啊 他们在扭扭蛋或在抽什么什么 抽什么东西的时候 他自己手气就比较不好 然后他都会叫他的小妹来 然后小妹很奇怪哦 他就问那个扭蛋上不是都有各种吗 好几个 然后他如果说姐姐说你要哪一个 然后姐姐就会指那他想要那个 他可能刚刚已经扭三遍都没有扭到咯 然后他妹妹说他妹问他他说我要这个 然后他妹妹常常一扭就扭到 我说你早知道应该叫妹妹每次都帮你扭才对 他说话不是这样讲 所以我就觉得手气这件事情好像是跟每个人 好像有些天生的好运有关系哦 没错没错 好啊那这一段节目到最后啊 我们想问一下就是说再过年哦 嗯接下来就要过年啦 因为后天就开始放假了 嗯对然后再来就是就是小年夜 然后就是除夕 那很多时候大家过年哦 就说我们去走春走春去庙里拜拜这样子啊 那有白有保败的感觉 那是不是这些事情在于增加我今年的财运 都是必要去做的呢 因为像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啊 像我儿子我常常看到就是关在房间里面耍废啊 那可能就是他在追他自己的剧 或看他自己就打他自己的电动之类 很多时候很多年轻人不太出门跟人家交际耶 那这个事情我们传统都就是说我们过年啊 出去拜年走春然后去庙里拜拜这样子 然后让一年啊就是有好的开始这样子 那我想问一下显阳老师啊 我不知道是世代差异还是怎么样 那这个还是一定都要做的吗 对至少在这个风水或命理的概念里面 我们是非常强调天地人的关系 对不对也就是说这个 我们如果希望能够得到天地的力量 那你必须要跟天地之间能够相互通缉跟连结 所以以前都在讲说天人要合一 对不对天地要共生 那这个理由的原因其实就是来自于这个理念了 所以如果说您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好的方位 对你的助力 不是说您希望您今天去这个庙里去祈求平安 这个对你能够产生帮助 这个动作基本上还是应该要有 建议还是 当然也有人问过我说 可能以后到了虚拟实性非常盛行的时候 可能在家里这个帽子一戴 可以到这个龙山寺里面拜拜 到底这样是不是有效啊 那我想不治心灵吧 也许到那个时候 当你的那个心思真的很相信说 在那个时候你跟神明合而为一了 我相信也有效果啦 我在这个之前我想我们还是跟父母跟家人一起出去走走 ok ok 好 我会这样问哦像我自己来自乡下地方 就是我在住在嘉义的乡下 那我们就是村子里面就是会有一个就是一个一个一个庙 然后这个是就是全村子里面的共同信仰 跟安定的来源这样子 所以一定会很重视 像我自己即使我已经就是大学之后就来台北 然后一路都在一路北上北漂 但是我记得我会过年回去的时候 我一定还是会去庙里面走一走拜拜 因为那是从小你拜到大的 那这个跟所谓的信仰无关 就是说我觉得说像很多的基督徒或天主教徒 他们也是会去教会嘛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信仰 但是你就会找到一个让你心安 跟有安定力量的一个来源 那不管它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说过年的时候你有空 也是可以去去做一下这个动作啦 这样子对所以就是我觉得 真的是感觉上有白有薄皮这样子 所以真的不要建议大家就是好像就是在家里追剧 还是要出去走一走 虽然有些时候你就觉得人挤人 就是真的是觉得很烦这样子 那今天这一集的节目 我们透过这个跟邢阳老师有聊到 就是说在办公室的部分 你应该要怎么样去做摆设 还有你自己个人的部分 穿着的部分 那可以怎么样去增加你的财运 那这边我们再重复一次 就是说你是属老虎属狗属马的人 要建议多带绿宝石或玉佩之类的 然后属猴子属老鼠跟属龙的人呢 那就是要多派白水晶或白银或薄金这种 那另外呢 我其实有一个没有听到 就是属蛇属牛跟另外一个少了一只什么 属鸡 那要多带黄水晶跟黄玉 那另外呢属猪属兔属羊的人 那可以就是带黑钥匙或者是蓝宝石之类的 那如果你自己本身不是 那这些配饰当然有可能项链或胸针 然后或者是手手饰之类的 那就是最好是带在外面被人家看见 然后是可以跟人家相应的 这样子 可以跟对外就是可以有一些连接的效果的 那如果你都没有 你也不喜欢带这些 有些人就是很没有 我不喜欢带这些叮叮叮叮的东西 没有关系你也可以透过你会每天会用到东西 比如你穿你的衣服 或者是领带 或者是女生用的包包 对甚至你的手机吊饰 你的手机壳 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颜色为主的 对这一样就是被看见 手机桌布也可以 对对对桌布也可以 然后电脑桌布也可以 你想到这个桌布 我想到每一年不是都有一个日本的 一个很年纪也很大的一个长辈 的那个发财的桌布 而且我的粉丝 因为有时候我每一年过年 硬紧贴一下 我的粉丝跟我说他觉得有用 他换了之后他财运比较好 财运比较好就是过年的时候打麻将都有赢 对他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对所以很多时候你相信 就会有产生这个力量 好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的新阳老师还有一些什么要提醒 要给我们大家吗 我想新的一年对2024来说是20年的开始 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 那所以对所有人来说 我会建议大家其实在这种所谓的离运 应该在自己的一些专业知识上面 或者是一些跨界的知识上面 应该可以能够多多涉略 因为知识本身也就属火 对那人的特质是这个五行里面我们是属木 就是种瓜来看属木 那木是木跟火是相生的 所以您的专业知识的贡献 其实也能够去回馈到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能够带来力量 也能够回馈到自己身上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善循环 了解 不过老师听到很重要了 不管我们今天要讲怎么样开运求财 最重要的就是什么 你自己的专业能力要提升 你自己的知识水平要提升 你总不能一直都是在耍废 然后也不阅读也不看 也不多出去跟一些比较高频率的人交流 然后你就希望你会有钱吧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的节目过年前 那特别祝大家 希望大家都荣年大发发大财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快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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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